来 来 小心的布拉皮 拜拜 跟你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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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住在小辽 小辽最有名的就是布拉皮 用会写有趣的小话剧来预告新书内容 放料桥的国小家乡绘本 小小余网大大希望 以在地产业布拉皮为主轴 希望带领大众看见因环保问题 成为西洋产业的布拉皮 对当地的重要性 并期盼借由实际走访 用绘本来为它澄清 我们从中有学到说 布拉皮的一些生态习性 还有我们就是这几个 都原本以为说 布拉皮就是只可以用来吃的东西 但是并不了解 就是它后面的一些故事 及布拉皮为什么会造成 就是现在这样西洋产业的原因 当然经过一些老师讲解的之后 我们就更深入了解了 透过这本绘本的情节 它里面情节啊 其实小朋友他的天真创意的发想 它其实里面的情节涉及有关环境保护 地方产业 还有新移民家庭 以及亲子关系等等 可以说这些创意啊 是我们大人所远远不及 那小朋友绘画也很用心 所以我们市场 我们敲的国家非常自豪 可以推出这一本 小小渔网大大希望 来代表我们仿寮乡一个地方的特色 校长强调为了创作绘本 小朋友除了到芳辽区会上课 还访问船长 发现捕捞布拉皮的过程 其实是采银花虾规格 并非任意捕捞 因此在创作中特地加入这个元素 期盼其蕴藏的知识与故事 能让社会大众重新认识这项产业 抓布拉皮的产业 以为说原本就很多 每个地方都有在抓 结果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全台湾只有两个地方在抓 我们那个表演的啊 那个舞都是我们自己编的 虽然在做的时候有吵架 有发这吵 可是后来有误会有解开之后 我们就比较开放 我们的感情也蛮浓厚的 虽然我们在做那个布拉皮的时候 有发生一些争吵 可是后来因为和好之后 感情就越来越浓厚 虽然吵架的时候是有点可怕 可是后来和好之后 就变得感情越来越好 所以这一次这样子 不管是绘本还是你们这样表演的呈现 我觉得非常厉害 大家都很棒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小朋友他们有分工合作 有的帮忙想绘本的故事 有的来制作这个后面的绘画的部分 那其实他们在形成一个 很好的一个团队 让他们有一个机会来做一个表现 强调分工的过程中虽然有争吵 但后来在大家团结合作下 终于完成绘本创作很有成就感 而此绘本除了结合生态环保 产业 新住民 亲子关系等相关议题 附入还有鱼业相关知识 食料及台语用字教学等相当丰富多元 像小小渔网 渔网它的台语就是希望 所以我们有小小的希望 大大的希望 那因为配合我们那个乡土语言 所以我们这本书的后面 那我们也有一个台语的翻译 那就是请我们的那个母音老师 特地帮我们做一个翻译 然后所以这里可以再做一些母语的教学 然后再来后面的话 我们其实还有我们整个 跟我们这个芳寮这个鱼港 还有这个鱼产产业的一个相关的知识介绍 有别于首本绘本 《小小渔网大大希望》的内容 涵盖大芳寮议题 因此在芳寮乡公所 余惠医院保安宫及阿达海产店的协助下 特地印制600本 不仅要回馈乡亲 也希望这记录在地的绘本 能让大众重新认识芳寮乡 欢迎收看由乔德国小出版的 《小小渔网大大希望》 《小小一帮短短一帮》 频道新闻北亭杨正义采访报导